很多人都听说过九赌壁书这句话,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真的理解,为什么会九赌壁书,甚至,有些人虽然嘴上说九赌壁书,但是实际上他们并不信什么九赌壁书,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书的连顶户都没了,却还要拼命去赌呢? 或许,对这些人来说,九赌壁书,只是用来安慰自己或别人的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他们心里实际上想的是,九赌壁书说的是别人,他自己是个例外,实际上,例外是有的,但是肯定不是那些不明白为什么会九赌壁书的人。 巴菲特曾说过,在一个牌桌上,如果你不能在十五分钟内找出,谁是今晚那个要输的倒霉蛋,那么这个倒霉蛋就是你自己了,你当过牌桌上的倒霉蛋吗?相信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当过。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会九赌壁书,和怎么样才能九赌壁赢,为什么九赌壁书,所有赌场里的项目,像是败家了,老虎鸡,轮盘赌,21点等等,不管怎样变换形式,都隐藏着一个赌场从来不说的秘密,就是庄稼的赢率总是大于50%,赌场中不时有赢钱的人, 因为如果没有少数几个人赢过钱,就不会吸引更多的人走进赌场,但是赌场一点不怕你赢,他们怕的是,你赢了之后再也不去他那里赌了,因为赌场老板都相信九赌壁书,不论你赢了多少,只要你还去赌,早晚会把赢的都还给赌场。 全世界所有的赌场都付得流油,澳门,拉斯维加斯,蒙特卡洛,无疑不是如此,还记得澳门被全体市民连续多年发红包的事吗? 所有这些富丽堂皇的酒店,奢华的排场,漂亮的喷泉,如梦如画的环境,建造这一切的钱从哪里来?真正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赌徒们的钱包。 人类赌博的历史估计和文明的历史差不多一样长,但是在概率学创建之前,我们并不了解赌博背后的秘密,人们只是通过经验认识到,虽然人们偶尔会赢。 但是长期来看,总是赌场是赢家,你大概从没听说过一家因为客人太多而亏本倒闭的赌场吧? 赌场也相信自己必然会赢,他们相信自己会赢到了什么地步? 只要发现谁在赌场能够一直赢钱,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从何关的值班经理,再到赌场老板,神经马上就会高度紧张起来。 赌场的必赢,对应着赌客们的必输,也就是所谓的九赌必输。 真正的原因就在数学之中,因为一切赌博其实都是个概率问题,概率学本身就是从赌博问题发展起来的。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读者可以阅读查理军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从今天起,忘掉运气,相信概率。 九赌必输,背后的必然性规律,是概率论中的大数定律所决定的。 什么是大数定律? 18世纪初,法国数学家雅各布伯努力,从数学角度证明了大数定律,背后论称之为伯努力大数定律,之后又有数学家,不断的用多种数学表述形式描述了大数定律。 如果你不是真的感兴趣,或者工作中用不到这些数学知识的话,没有必要去深究每个大数定律的数学形式, 只是要理解它的含义即可。 大数定律告诉我们,大量重复的随机事件的表象之下,往往会呈现某种必然的规律。 也就是说,偶然在无限重复的条件下包含某种必然。 一次赌博的结果是随机的,而且一般来说,赌场的赢率并不是非常高,像21点,只有大概51%的赢率。 因此,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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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百分之五十一 别小看之多出来的小小的百分之一的赢率 正是这一点赢率 让赌场赚走了无数的钱 是的 正是大树定律 保证了赌场老板的范围 只要还有人赌 赌场就可以永远赢下去 大树定律并不复杂 相信你很快就能理解 真正难的地方是让自己从内心深处相信它 每个人都相信苹果从树上掉下来 一定是掉到地上 永远不会飞到天上 不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我们的眼睛就已经告诉我们 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 但是赌博不一样 人们偶尔输几次 偶尔赢几次 输了多少 赢了多少 也没有多少人认真去统计 我们原始的大脑没有直接洞察这种规律的能力 直到数学家发现了大树定律 我们才得以认识其背后 隐藏的奥秘 如果你是个理性的人 就应该像接受苹果 一定会掉到地上的道理一样 接受大树定律 从内心深处 真正的相信九赌必输 赌博之所以吸引人 是因为能够引起人们的贪婪之心 人人都想发财 最好是轻轻松松的快速发财 赌博就给了人们一种这样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不愿意相信九赌必输的原因 因为人们内心深处总是想赢的 那么 怎么样才能九赌必赢呢 怎样才能九赌必赢 答案很简单 还是依靠大树定律 如果你能让自己在任何一个赌博类游戏中赢率大于50% 哪怕很微小的赢率 只要不要被偶然性搞到破产 坚持下去 大树定律一定能保证你赢 而且你赌的越就赢的越多 但可惜的是 赌场中的任何一个项目 对玩家来说其赢率都小于50% 因此 除非你出老千 也就是使用作弊的方法 否则不可能战胜赌场 为什么人们常说是赌九诈 因为真正公平的赌博 是双方各有50%的赢率 但如果是这样 那就真的是在拼运气 但是开设赌局牟利的人 谁会真的让赢率是50%呢 记住 在中国 开赌场是违法的 是要坐牢的 如果游戏不公平 就不会有人来玩 如果公平 开赌场的人没有任何好处 却要么被抓坐牢的风险 谁会这么傻 所以 你可以想到 那些主动 你的赌局 尤其是大赌局 很可能都是表面上公平 而实际上 你的赢率可能是零 让你赢一时也不过 是为了让你输的更多而已 十赌九诈并不夸张 查理军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但而闻过很多因赌博而输光家产的事情 他们很可能不是输给运气 而是输给了骗子 他们被骗了 在赌博合法的美国或澳门 赌场如果公开作弊 那面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既然大数定律能保证赌场同样赚钱 赌场老板作弊的动机就要小很多 那么 假设在公正的前提下 要战胜赌场的可能性就只有一个 就是让赌客的赢率大于50% 又没有这种可能呢 赌博如山岳一样古老 但是历史上从来没听说过某人曾经长期的战胜赌场过 甚至在概率学建立之后300年内 也没有听说过类似的事 直到一个叫爱德华索普的人出现 爱德华索普 美国人 生于1932年 数学教授 对冲击金经理合作家 在上个世纪20年代 在马城里 公教数学 但爱德华索普偶然间想到 赌场中一种叫做21点 Blackjack的游戏有可能是可以被战胜的 21点游戏 类似我们国家的一个叫10点半的游戏 在欧美独场很流行 尤其是爱德华索普的书 Big the Dealer 发表之后 更加流行起来 21点游戏规则很简单 装甲给自己和玩家依次发牌 谁手中的点数累加起来 更接近 或等于21点谁赢 A算1点或11点 J Q K算10点 大小王却掉 但是如果点数超过21点 叫爆牌 就算输了 在理论上 装甲有大概51%的盈率 爱德华索普觉得 因为牌是部分公开的 因此可能存在某种策略 能够让自己的盈率在某些情况下 大于50% 经过苦思冥想 并借助于计算机的帮助 也许以前没有出现战胜赌场的人 是因为计算机没有被发明 索普终于制定出了自己的策略 并且发表了一篇论文 从理论上证明了这种方法的可能性 但是理论总要经过时间检验 才能真正让人幸福 有一个好赌的富豪 听说了索普的论文之后 就找到索普 说愿意赞助索普到拉斯维加斯 试验他的成果 那位富豪本来想赞助索普10万美金 但是索普觉得要0000美金就够了 实际上 索普更在意的试验证自己的理论 而不是赚大钱 索普和这位富豪一起到了拉斯维加斯 先后找了N多的赌场实现自己的理论 理论得到了验证 索普成功了 一万美金几天之内 变成了21000美金 索普的成功让赌场非常恐慌 赌场可不是吃素的 要砸赌场的饭碗的都要小心点 后来 爱德华索普在一个赌场中被人投赌 差点丧命 从那之后 索普决心结束赌场的冒险 到另外一个更大的赌场 华尔街 去继续他的实验 在巴菲特的帮助下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沃伦巴菲特 索普成立一个对冲基金 运用数十之时 开启了在华尔街的传奇 他的两支对冲基金运作了30年 取得了年平均收益19-20%的收益 并且没有一年亏损 索普今年已经85岁了 今年年初才出版了一本新书 书名叫 非常值得一读 说到这里 超力军想到一个神奇的公式 叫凯利公式 凯利 这个公式正是爱德华索普所使用的制定自己下注策略的公式 凯利是一个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 全名叫约翰凯利 出生于1923年 千度英才 他去世的时候只有41岁 如果你去上搜索这个人 很可惜 百科商没有他的任何资料 但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凯利公式 却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量化投资方面 凯利公式 简单的讲 就是一个解决了下注量 赢率和倍率之间关系的数学公式 凯利是受到信息学创始人克劳德香农 关于通讯噪音干扰理论的启发而推到了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很简单优雅 小学数学的人都能理解 公式如下 F等于BPQ B 其中 F是下注量 用百分比表示 P是赢率 Q是败率 P等于EQ B是赢率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赢率 赢率就是会赢的钱和本金的比率 举个例子 我们玩石头剪子布 每人投入一块钱 赢的人拿走全部赌金 那么我们两个人的赔率都是一比一 如果你说两块钱 我只掏一块钱 还是赢的人拿走全部赌金 那么我的赔率就是二比一 你的赔率是一比二 就是说 我用一块钱最多能赚两块钱 你投两块钱 最多能赚一块钱 对于赔率 唯一的特殊情况 那么上面的公式也可以减化位 F等于RP1月 用这个方法 可以更快的计算下注量 如果你的赢率是55% 赔率是1的情况下 你的最在下注量就是10% 凯利公式的神奇作用在于 他第一次将风险回报和投入本金之间的关系 用数值公式表达出来 运用凯利公式计算出的下注量 从长期来看 能够获得最大的投入回报 总结下来就是 把数定率告诉你 只要赢率超过50% 长期来看你肯定能赢 凯利公式告诉你 如何下注能够赢得最多 人生处处是赌博 如果我们把赌博中的贬义去掉 将这理解 未承担一定风险而获得一定回报的活动 那么人生真的处处是赌博 你把自己的钱从保险柜里取出 存到任何一家银行 你避开了入室盗窃的风险 但也承担了银行倒闭前无法取出来的风险 不要觉得这不可能 回忆一下前两年希腊债务危机 还记得那里的民众所经历的悲剧吗 你把钱从银行里取出 放到余额宝中 你获得了比银行火器利息更高的回报 但是也承担了货币基金亏损的风险 因为余额宝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基金 它也有亏损的可能 不过不用太过担心 这种给率其实很小 你大时毕业 有三种选择 出国 创业和打工 每一种都响应的风险 也有不同的回报 你恋爱结婚和组建家庭 在承担所爱为人和婚姻失败的风险同时 也拥有了建立美好家庭的回报 你过马路闯红灯 得到了更快解答到自己过马路的回报 但是也承担了碰到交通事故的风险 你开车为一张停车 得到了方便自己的回报 但是也承担了被接罚单 损失金钱的风险 是的 人生许多选择 都是在平衡风险和回报 就是在赌博 一种广义上的赌博 生活中的许多风险和回报是无法量化的 也就是说 无法被数学解决的 数学体现了人类最高的理性 但是生活却无法被简单的量化 冯诺伊曼说过 若人们不相信数学简单 指引他们为意识到生命之复杂 是的 生活人比数学复杂得多 许多风险和回报是无法被量化的 但是 我们仍然可以从凯利公式中 获得一点哲学上的启发 下面查理君就给你整理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一个启发 如果用率和配率相等 最好的选择是不赌 如果有人对你说 啊 来玩泡硬币吧 很公平 正面你给我一百 反面我给你一百块 你玩不玩这个游戏 这时候如果你相信理性 最好拿出凯利公式算一下 看看我们如果参与这个赌局 应该拿出多少资金参与 F等于二星百分之五十到一等于百分之零 是的 凯利公式告诉你 你应该投入的赌金是零 也就是说 别参与 哪怕你有赢一百的机会 如果赢率小于赔率 比如说百分之四十九的赢率 那么 F等于二星百分之四十九到一等于负百分之零点零二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赢率小的一方 最明智的选择更是不参与 第二个启发 如果赢率是百分之一百 那就大胆的压上所有筹码 如果有一件事情 你百分百确定会赢 那么你就应该大胆的把全部筹码压上去赌 有的人会问 会有这样的好事吗 有的 但是很少 而且能够抓住这种机会的人也很少 1988年 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机会 有一个人抓住了 成了那个时代的大赢家 他叫杨怀定 1988年春天开始 国库趁反而从七座城市开始试点 当时刚辞去铁饭碗而向喊的杨怀定 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他心中闪现了一个想法 全国各地的国债价格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如果从便宜的城市买进 载到贵的城市卖掉 这不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吗 于是 杨怀定开始向亲友求集资金 开始了奔跑各地城市到卖国库圈的投机 在金金看来 这就是所谓的无风险套利 是赢率几乎百分之一百的事情 仅仅一年之后 他就成了百万富翁 要知道 那可是万人故 都很心寒的八十年代 这样的机会人的一生中可能只有一两次 也可能一次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碰到的话 记住凯莉公事告诉你的 不要犹豫 大胆的亲近全力下注吧 第三个启发 做任何事情 风险和汇报都要考虑 凯莉公事本质上是对风险和汇报之间关系的数学量化 风险用赢率来量化 汇报用赔率来量化 虽然我们不能将所有选择都量化 但是这至少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赢率和赔率同样重要 单纯强调赢率和单纯强调赔率都会有势偏颇 都不是最佳选择 当下的中国是万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年代 创业就是一个风险和汇报都很高的事情 当我们读着腾讯 爱里巴巴的创业故事 我们看到了创业的巨大赔率 当我们看到无数的小创业公司挂门 创始人血本无归 损失巨大的案例 我们看到了创业的巨大风险 对于大部分普通人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既要看到赔率 也要看到风险 如果你能够认真衡量赢率和赔率 将会做出更好的选择 结语 本文查理君介绍了神奇的凯利公事 和对他的一些思考 主要观点如下 一大数法则告诉我们 如果赢率百分之五十 九赌必输 如果赢率百分之五十 九赌必赢 梁凯利公事用一个神奇的数学公事量化了风险 汇报和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 三虽然人生有很多事情无法量化 但是理解凯利公事 仍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